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华社贝鲁特9月4日报道 当天的工作研讨以合作共赢携手共进 为主题 中国维和部队领导 连离部队人士福利部部长以及坦桑尼亚 加纳维和部队指挥长 塞拉利昂参谋军官出席 相关各方就任务区安全形势 随行维和行动 安全防卫等领域 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 为进一步提升研讨交流效果 中方还为非洲友军介绍了一带一路倡议当前的基本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并与非方共同观看了中国领导人 在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视频 增进非洲友军对中方的了解 连离部队人士福利部部长罗伯克爱一 在观看视频后说 向中国领导人的远见着实表示敬意 研讨结束后 中非为和官兵共同举办了文艺晚会 以武术 契约演奏 歌唱 舞蹈等形式积极互动 现场气氛热烈 晚会最后 中非为和官兵在歌再舞 共同演艺一曲《友谊》第九天长 将分为推向了高潮 另据中国福利维和部队介绍 为进一步加强与友军的协调合作 更好地完成维和任务 中国福利维和部队此前还在扫雷排到 传统文化 维和行动 人道主义援助等各个领域 与法国 意大利 韩国 爱尔兰 柬埔寨等国维和部队 开展交流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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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